1213年,成吉思汗带着弟弟和两个儿子三面围攻金朝,一举把金朝的地盘抢来只剩下了11个城市,金朝被迫同蒙古签订合约停战。 21年后,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上位,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金朝最后11个城市已过端了,原本属于金朝的海兰炮,妙街和伯利成为了蒙古的地盘。 伯利一带经济相对发达一些,居住在库叶岛北部的尼夫赫人就到这里来抢劫,1263年,蒙古把尼夫赫人旁揍一顿,尼夫赫人不想继续挨打,干脆就跟着蒙古混。 有时找大哥,尼夫赫人跟着蒙古混后,他们的老大就对忽必烈说,库叶岛南方的阿伊努人总是来抢劫我们,还杀了我们好多人,你去帮我教训教训他们。 作为带头大哥,忽必烈自然不能推辞,拦下了这个祸,但是他做梦也没想到,这阿伊努人还真抗大,耗时44年才拿下。 库叶岛上的原住民尼夫赫人大约在六七千年前就生活在这里,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食肉民族,无论是抓回来的龟寻金和海豹等,还是家养的狗子,要么直接生食,要么风干冷冻后生吃。 这样的生活习惯加上人种因素,尼夫赫人男男女女都骨骼粗壮,肌肉发达,而且因为脂肪都被严寒的气温消耗了,全身上下几乎没有脂肪,看起来十分精干。 也是因为气候寒冷,因此毛发浓厉,我国古代称他们为毛人,因为女人占比非常高,也被称为女人国。 尼夫赫人勤劳勇敢,生活富饶,本来无忧无虑的日子,很快就被远在北海道的阿伊努人打破了。 阿伊努人是北海道的原住民,在北海道与库业道之间有一个宗谷海峡,一到冬季,宗谷海峡就会结一层厚厚的冰,人马狗什么的可以直接在上面奔跑。 比阿伊努人满一些时间出现在日本的大和民族,开始不断抢搏阿伊努人的地盘,生存空间越来越狭小的阿伊努人开始把眼光投向北海道北面。 为了扩大生存空间,阿伊努人有一天越过宗谷海峡来到库业岛,他们发现这里的尼夫赫人日子过得太滋润了,羡慕地直流口水。 同时,阿伊努人也发现尼夫赫人的总人数不多,而且还以女人为主,他们便开始抢夺尼夫赫人的地盘。 尼夫赫人的人口太少了,且战且退,库业道南部的大部分地区都被阿伊努人给抢去了。 打到无法再向北推进的时候,阿伊努人就不打了,但是因为人口太多,总是隔三差五跑到尼夫赫人的地盘上抢劫。 尼夫赫人被蒙古人胖揍一顿后,发现牛高马大的蒙古人不好惹,而且蒙古人只是想让他们臣服,并不想掠夺他们的财物。 尼夫赫人认为跟着蒙古人混,蒙古人一定能够保护他们。 因此,当阿伊努人在1263年再次抢劫尼夫赫人时,尼夫赫人就去找蒙古大哥帮忙。 蒙古大哥一听自己的小弟被欺负了,立即表态,我去帮你狠狠地揍那小子。 1264年冬天,蒙古人铁马踏冰河穿过达达海峡,逮住阿伊努人就暴揍。 阿伊努人根本就不是蒙古人的对手,被打得劈滚尿流,跑回库也到南方躲起来了。 蒙古人认为阿伊努人这次吃了大亏会消停几年,便班师回朝了。 尼夫赫人也认为阿伊努人再也不敢欺负自己了。 没想到,握着一肚子火的阿伊努人听到蒙古人回去了,第二年对尼夫赫人展开了疯狂的抱负,不仅抢夺财物,还杀害尼夫赫人泄愤。 尼夫赫人赶紧向蒙古人求救,蒙古人这次却没办法派兵去收拾阿伊努人了。 因为他们把眼光瞄准了更加有钱的南颂,但是自家小弟被欺负又不得不管。 但是大哥毕竟是大哥,给尼夫赫人送去了大量的粮食,钱财和武器,让尼夫赫人自己先抵抗一下。 有了蒙古的强力后援,尼夫赫人算是勉强能够应付阿伊努人的进攻,阿伊努人的侵略也没有那么猖狂了。 这种僵持的局面一直维持到1271年蒙古改国号为元朝。 第二年,塔侠拉驻守黑龙江一带,夏天的时候,尼夫赫人报告他,阿伊努人又到他们地盘上闹事情了。 塔侠拉带领元朝军队直奔枯叶岛,准备好好收拾收拾阿伊努人。 但是,当部队行进到达达海峡时却傻眼了。 只见达达海峡巨浪滔天,塔侠拉带领的元朝军队根本无法抵达枯叶岛。 尼夫赫人这才告诉塔侠拉,攻打阿伊努人只有在冬季结兵的时候,塔侠拉无奈撤回部队,等待冬季再发动进攻。 转眼就到了冬季,塔侠拉正准备起兵攻打尼夫赫人时,忽必烈却阻止了塔侠拉的东征。 忽必烈告诉塔侠拉,现在刚刚收复南宋,国内还不是很稳定,他的军队应该留在国内维护内部的安定,而不是去攻打阿伊努人。 忽必烈仍然采取之前的方式,保障尼夫赫人的军需物资供应,给更多的钱粮和武器,等国内缓过气来了再收拾尼夫赫人。 1282年,元朝的大局稳定了,计划腾出手来解决一些边境问题,决定对尼夫赫人捅下杀手。 元朝不希望只是在冬季能够攻打阿伊努人,开始造船,以便将来在任何时候需要攻打尼夫赫人的时候都能够立即兵临枯叶岛。 1284年夏天,渡河的牧船已经建造完毕,这种牧船每艘每次能够运送十来名士兵,能够在短时间内快速地把数万将士从黑龙江转运到库叶岛。 舰时机已经成熟,元朝派两员大将带领一万左右的士兵步过达达海峡,兵分两路直抵枯叶岛南部。 阿伊努人被突然来到的元朝将士惊呆了,不是只有在冬季打打海峡结兵才来吗?这大夏天的怎么就打过来了呢? 阿伊努人本来人口也不多,想组织正面战是不可能的,再加上元军是突然袭击,那个惨状可想而知,逃得逃躲得躲。 虽然被打得满地爪牙,但是阿伊努人并不打算屈服,他们认为元军很快就会班师回朝,于是同元军打起了游击战。 元军这次却是铁了心,不仅没有撤退,还在库叶岛南方大舰防御攻势,同时在对面的黑龙江下游肯荒种粮,大有一定要把阿伊努人赶尽杀绝的一位。 也许阿伊努人其属未尽,正当要被几乎全奸的时候,1287年,忽必烈的侄孙乃岩起兵反叛朝廷,忽必烈龙岩打怒,亲自带兵攻打乃岩。 因为交战地点在萨尔都鲁,距离黑龙江的元朝驻军很近,这里的驻军就去治元忽必烈了。 也就是在这期间,以前在援军中当兵的尼夫赫人竟然成了叛徒,他们投诚到了阿伊努人那边,而且把目前黑龙江的援军正在撒旦都鲁打仗的事情,告诉了阿伊努人。 这两位叛徒还煽动阿伊努人,趁黑龙江援军驻地空虚的时候立即偷袭,阿伊努人听信了这两位叛徒的话,决定攻打黑龙江。 1297年,阿伊努人的大军浩浩荡荡地开赴黑龙江,准备打住扎在这里的援军一个措手不及。 但是,当阿伊努人的部队行进到基兹户一带时,彻底地猛了,援军已经在这里功后多时了,正等着阿伊努人的部队自投罗网。 原来,在阿伊努人部队中的一名尼夫赫人是效忠元朝的,他在得知自己的族人投靠阿伊努人后, 就一直不动声色地观察他们的动静。 当阿伊努人起兵前往黑龙江时,这位尼夫赫人就立即把消息通知了驻守在库叶岛南部的援军, 这里的援军又立即通知了驻守黑龙江的援军。 元朝家大业大,驻军地再怎么空虚也会留下不少的部队来维护。 在得到消息的前提下,要收拾一小股阿伊努人部队简直就是小菜一碟。 而且,1297年就已经平定乃言之乱了, 去帮忽必烈的黑龙江援军早就回到朱地了。 五年来,一直没有到库叶岛收拾阿伊努人, 他们以为阿伊努人已经被镇住了。 哪曾想,原来阿伊努人这几年之所以消停了, 实在组织一次大规模地攻打黑龙江援军行动。 阿伊努人却是抗打, 而差点把全世界搞成地球村的蒙古人也不是吃素的。 加上人数,兵器都比阿伊努人占优势。 阿伊努人又中了伏击圈, 不用开打就已经决定胜负了。 阿伊努人在鸡子湖没有抵抗多久, 就被援军打死打伤过半, 剩下的残兵败将赶紧抱头, 数窜逃跑。 他们逃回枯叶岛后, 仍然死性不改。 经过八年的修生养息, 11305年, 羽翼再次丰满的阿伊努人, 已经不满足于仅仅在库叶岛偷鸡摸狗了。 他们经常黑龙江下有一些地方抢劫, 阿伊努人总是以十来人的小股力量袭击黑龙江援军或者当地的居民, 抢多刀物品后就偷偷前回库叶岛南部。 不过, 一旦被援军抓住, 阿伊努人肯定没有好果子吃, 只有这些小股分散犯案的阿伊努人确实令援军头疼, 正在援军一筹莫展的时候, 却发生了一件怪事。 1308年, 援朝在库叶岛的官员得到了尼夫赫人带来的口信, 说阿伊努人的两位首领准备带领大家投靠援朝。 援朝官员心想, 这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顽固抵抗了44年, 怎么突然就想投诚了呢? 援朝官员自然不信, 让阿伊努人亲自来说明, 阿伊努人开始不敢直接去见援朝官员, 是害怕挨打或者被抓起来, 现在事情做到这个份上了, 也只好硬着头皮亲自拜访援朝官员了。 这两位阿伊努人的首领带上了许许多多的礼物, 其中包括铠甲和刀剑, 这些礼物是表示缴械投降的意思, 其他礼物是表示诚意。 原来阿伊努人认为, 自己总是这么东躲西藏的也不是个办法, 同援军交手也从来没赢过, 而且看到臣服援朝的尼弗赫人过上了好日子, 自己内心十分羡慕。 虽然说臣服了每年都得纳贡, 作为富裕的援亭也瞧不上这些藩蜀国那点小礼物, 往往回得里更多, 实际上是藩蜀国再占宗主国的便宜。 库叶岛的援朝官员把这两位阿伊努人首领引荐给了援艇, 双方经过协商, 阿伊努人所在的库叶岛南部正式归顺援朝, 如此一来, 整个库叶岛就再次完整地回到了中国怀抱。 对于阿伊努人来说, 这是一件大好事, 从此可以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了, 但是北海道那边的阿伊努人却急眼了。 以前被日本大和民族攻打的时候, 北海道的阿伊努人可以逃到库叶岛南部先躲避一段时间, 等事态平静下来后再回到北海道。 现在库叶岛的阿伊努人属于援朝, 北海道的阿伊努人属于日本, 宗谷海峡就成了国界, 一旦北海道的阿伊努人被日本大和民族攻打, 他们就完全没有退路了。 北海道的阿伊努人现在被逼到了死角, 想攻打援朝是不可能的, 一是根本就打不过, 二是在道理上也讲不通。 阿伊努人的援助地就是北海道, 现在元朝没有把库叶岛的阿伊努人赶回北海道已经不错了, 使日本大和民族想了他们的地盘。 北海道的阿伊努人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就去攻打日本政府了, 史称虾仪大乱, 这里的虾仪是北海道的旧称。 这北海道的阿伊努人还真能抗, 同日本政府对抗了六百多年, 直到今天, 只有不到两万人的他们还在闹独立呢, 元朝能够在短短的四十四年内, 让阿伊努人臣服是真不容易啊。